美国极端政治环境开始反噬了 顶尖的科学家逃往中国 大家好 这几年伴随着中美博弈在全领域的蔓延 整个美国对华极端政治环境 开始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中美可能交流的领域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科学界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美国科学界也因为这股极端的排华风气 带来了一些冤家错案 最近就有消息显示 美国一名顶尖科学家叛逃中国了 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 美国前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的主任 顶尖的化学家和纳米科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查尔斯·利博 以旅行的名义离开美国之后 突然被爆现身中国的香港 查尔斯对外宣称将在中国的三所大学任职 要将自己的研究和技术 用于造福世界所有人 此事一出很快就引爆了美国的舆论 不少美国媒体甚至指责查尔斯 是叛逃 是到中国 寻求庇护 这件事情的源头 其实是在2020年 当时中美贸易战刚刚落下帷幕 美国不甘心失败就开始在全领域的搞排华运动 并针对中国在全球与各大研究机构 与科学家的接触展开详细的调查 而这其中 查尔斯·利博因为多次帮中国说话 被怀疑在配合中国的行动计划 盗窃美国的技术 然后呢 查尔斯在2021年12月就被判有罪了 在2023年被软禁 同年查尔斯从哈佛大学离职了 同而言之啊 这样一个顶尖的科学家 完完全全是被美国的极端政治环境给逼走了 事实上 查尔斯的遭遇在美国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21年查尔斯被捕的时候 美国就有7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带着其他33名研究人员 联名给美国白宫上书 质疑FBI的调查 和结论 认为美国司法部是在搞冤假错案 但是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呢 美国司法部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以宁可错杀的态度 还是判处了查尔斯两年的兼外勘管 和6个月的软禁 还有5万美元的罚款 所以啊 查尔斯是6个月的软禁期一过 立马就找个机会 跑到中国来了 这说起来十分讽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时 也导致了在各领域大搞排外运动 当时就一大批精英人士被迫离开 而如今这一季耳光 穿越了近70年 又再次落到了美国的脸上 好 本期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